主播影片很快樂 大家好 我是竹妮 今天呢 要來和大家介紹韓劇囉 我知道我等近這支影片的人很多 可能是我們不能是朋友的粉絲 那今天要介紹這部韓劇呢 《純野》和這部劇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就挺我娓娓到來吧 接下來的影片呢 會和大家介紹春夜並且解釋 為什麼比起我們不能是朋友 更喜歡春夜的原因 那在聚光的這個單元呢 其實我就是為了讓大家看到 更多的韓劇讓你們有更多的選擇 並且可以去多一個機會 了解到這些劇背後的意義 那我們就不介紹吧 其實許多介紹春夜這部韓劇的標題呢 都會寫說 韓志明拋棄長年交往的男友 投入丁海妍的懷抱 出門真的是對嗎 以金城出軌作為故事的開頭 長年交往的男友提出了結婚的提議 但是作為女友卻沒辦法答應這個請求 同樣是在討論出軌和結婚的話題 所以我就把我們不能是朋友 和春夜做了許多的比較 在春夜這部劇上面呢 除了討論出軌以外呢 還有許多社會層面上面的問題 例如說社會上經常忽略女性的意志 在男性規權下女性的模樣 以及父母治癒孩子是什麼樣的角色 等等之類的深度討論 也許有些人會覺得 春夜我們不能是朋友 這些讓主角去出軌的劇情 根本就是毀三關好不好 但是呢 對我來說 戲劇不是 舉光原地 他們不是為了教育有存在的戲劇作品 更多的是為了去 拋磚隱喻 去讓觀眾思考社會上這些真實存在的問題 接下來會以四個不同的層面去討論 為什麼春夜比起我們不能是朋友 更讓我喜歡 第一個 女主角設定 春夜的女主角呢 叫做靜忍 她的性格非常果斷、知來之旺 那她也比較不會猶豫不決 她比較能夠勇於面對問題 是一個很清楚自己要什麼的女性角色 來到了我們不能是朋友等女主角 薇薇呢 是一個走在傳統路線上 許久的女性角色 所以呢 她順應了家庭啊 或是男友給她的未來計畫 在許多故事線走上面 都可以看到她猶豫不決 而她的跑臂呢 也拉長了她出軌所帶來的傷痛 這樣的角色上呢 我真的比較喜歡靜忍的果斷 雖然她跟獨一貴一一樣 一開始也有逃避過 但她很快就回過神來發現 這樣子自己根本就不會醒 可能會有些人認為說 竟然這樣很自私咧 可是我覺得這才是 縱觀來說 三個人比較不受傷的方法 面對錯誤呢 必須要先承認著這個錯誤存在 才能夠去面對 而不是一昧的否認她的存在 並且說謊隱瞞 在春夜中的字號 是社會中比較難以接受的族群 為什麼呢 因為她擁有一個孩子 她是一個未婚爸爸 而她呢 也只是一個平凡的藥師 性格很溫和 但也有點自卑 不過呢 這個自卑是來自於後天產生 她還是一個 血性十足的年輕人 所以其實有時候她的那個魅力 一展現出來就覺得 哦好喜歡 我們不能是朋友的男主角呢 叫楚克環 是一個國姓證券王牌交易員 那後來還當上了CEO 也就是偶像劇中很常出現的高富帥 是一個幾乎沒有什麼缺點的角色 那這樣對比下男女主角的設定上面 其實我更喜歡 春夜她那個比較平凡真實的設定 比較不會有產生那種偶像劇的距離感 可以更讓人感受到愛情的模樣 春夜的編劇呢 捨棄了讓女孩子 為之瘋狂的夢幻設定 許而待真的是無比溫柔 真實且平凡的性格 甚至給了男主角一個 任何正常女生都可能難以接受的缺點 第二個 道德底線的掌握 在春夜的第二集呢 其實志浩就和靖倫直接攤牌了 一個說出自己有個長年交往的男友 另外一位直接說出自己其實有個孩子 這麼深沉的自我揭露 其實對這兩位來說一定都不容易 不過同時也代表著 他們兩人在彼此的心裡 其實已經擁有一個很特殊的地位 才第二集喔 即便如此 他們還是約定好就當作朋友 雖然隨著劇情越遠越烈 他們沒辦法克制住那愛情的萌芽 但在靖倫和他的穩交男友真正分手之前 他們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多樂局的行為 又把對方靠在床上啊 或是牙在牆上啊之類的 過分的肢體動作 有一場戲我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靖倫呢 他因為受到一些委屈 所以在字號面前哭了 但是字號卻是手足無措 而在額後他們的討論中呢 字號就說他其實不敢約線 所以也不會讓一個女孩子 在自己面前哭了 卻像一個傻瓜一樣 什麼都不能做 連一個擁抱都給不了 從這裡呢 我看到的是一個 真正會對方著想的愛 而不是一昧想要 將對方帶到自己身邊 不顧對方是否會 在來個路上受傷的強迫性命 千少年時期的我啊 真的還蠻喜歡楚客環那種霸道性格 就會覺得 好man啊好帥喔 但是在多次戀愛之後啊 比起轟轟烈烈這種溫柔細膩的 還是比較讓我喜歡啊 整個劇情都很努力的在掌握道德底線 但編劇沒有去否認或掩蓋 近人在交往期間喜歡上另外一位男性的事實 我喜歡近人在第17集的時候 對他前男友說的一句話 我對不起你的 只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兩之間已經不是愛情了 我卻還假裝它是 我真心為這件事情感到抱歉 我想很多出軌情境就是這樣發生的吧 有時候愛情在我們不知不覺中已經消磨了 但我們只是因為洗一彎 所以還要維持著那個關係 如果說www 請輸入檢索時是一部女性主義的理想社會的話 我想春夜就是一部寫實主義的戲劇 所以我接下來來跟大家介紹這部劇 到底討論了哪些議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一開始都在討論的結婚 結婚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到底結婚是兩個人相愛的里程碑 還是兩個家族結合後的犧牲品呢 在春夜中女主角近人其實已經到達失婚年齡 雙方家長都在吹結婚 不知道在吹什麼 就連長期交往的男主角都說 欸!時候到了!好像該結婚了喔! 第二個 道德綁架 我覺得春夜正在討論的是世俗標準下 被道德標準綁架的女性們 除了女主角這支線以外呢 女主角的姐姐是一個眾所皆知 有名氣的主播 而她嫁給了一名牙醫 主播配牙醫應該是個神仙眷女吧 那一步步的揭開劇情之後 發現這位牙醫會強行拉扯這個主播姐姐 好像嗅到了一點點暴力的味道喔 而這部劇呢很含蓄的一步步揭露 這個主播姐姐其實受到了 來自牙醫丈夫的暴力 她並不是透過主播姐姐的言語 而是讓我們看到種種的跡象 最後是主播姐姐的母親覺得自己的女兒好像真的哪裡不太對勁 就很認真的問了自己的女兒 這個主播姐姐才迫不得已拿出了驗傷單 這個媽媽就很難過的發現自己的女兒 在一個長期暴力下生活著 甚至忍受了婚內強制性交這件事情 而母親知道了之後 更是生氣的跑去找牙醫撈個礦 並且在回來之後哭的不成任性 這一段演員的演技非常的監察 大家真的一定要去好好感受一下 但令人很安心的是 主播姐姐的父親知道之後 還是勸可不勸你 即使知道自己的女兒受到暴力對待 更甚至是知道自己的女兒懷孕之後 還是強烈的反對他們離婚 因為這位父親不想要自己的女兒承受世人的眼光 成為了一個眾所皆知的離婚女 你知道我看這段的時候有多麼的 生氣嗎 而在這部劇中呢 其實有非常多跟這個爸爸差不多版型的男性角色 他們都是同樣的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 去壓制身邊的女性角色 在春夜這部中呢就可以看到 女性為了抵抗 傳統的道德綁架 而勇敢一次的面貌 另外呢如果你認真的看主播姐姐那條線的話 就會發現 明明一個人承受了這麼多委屈和痛苦 她卻不敢對自己的家人訴說 一方面呢是怕自己的家人看到自己受傷而感到難過 也是有點愧對家人覺得自己活成這個樣子 另外一方面呢是世人對於受害者其實都非常的善於檢討 要去承受世人的眼光也是一種心理上很大的負擔 然後第三個父母角色定位 這女教的爸爸其實是一個非常威權教育的角色 我覺得在很多家庭裡面 父母和子女反而會成為情緒勒索的對象 所欣在劇中的媽媽是一個很明理的人 她將子女的幸福放在那些世人眼光之前 這個媽媽就對她的丈夫說 我們可以給子女建議 但是決定應該要交給近人來做 這部劇呢有相當大的成分在描述 要講述父母因為子女而變得堅強 不只是父母會牽制子女 也有很溫暖的部分 例如說男主角因為自己的兒子變得更成熟 例如說祖國姐姐因為自己懷了孩子 所以更堅持要離婚 她不想要自己的孩子在這樣的暴力下面長大 來到第四個層面啦 作品風格特異 其實呢在之前導入導微情書 解鎖那部影片中呢我就有提到 我覺得請吃飯的漂亮姐姐這部劇的導演風格非常的特殊 那在看春夜這部劇的時候 看不了三分鐘我就大概知道是同一個導演了 這位導演的風格呢相當的破偶像劇 它沒有精彩的風景也沒有絢麗的燈光 甚至呢非常喜歡用英文歌曲做搭配 而且還很喜歡使用長鏡頭 也因為這樣的風格 使得劇中的人物顯得平凡和真實 在編劇的安排中呢 人物與人物之間的情感萌生 不是在言語的交流中 而是在美眼之中就萌生了 比起用台詞歇斯蒂爾說著我愛你 這種情感表達 我更喜歡的是在春夜這種情感流動的感覺 會用言語告訴你說我們在交往 或是我們分手了 他們是有很多愛慾跟自己去想像的空間 也就是說導演跟編劇雖然是在排喜劇 但同時就像漫畫一樣也給你留白了 讓你去享受這部劇 在春夜這部劇中我看到的愛情是 互相理解對方 並且相信對方做下的決定 不是為對方做決定 做自己人生的決定 雖然在這部影片中提及了很多劇情 但是春夜不是一部用劇情說故事的戲劇 而是用人物間流動的情感來說故事 以上是因為我的個人喜好所做出來的分析和推薦 讓大家可能和我討論 如果你不認同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告訴我你為什麼不認同 那我也是秉持一個想要分享自己的觀點 才會大家討論戲劇的心情上傳影片的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言跟我交流啦 如果你是很喜歡我們不能是朋友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分享 你們為什麼喜歡這部劇的原因 讓我知道 最後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你發現自己精神出軌了 你會怎麼做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你們的做法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這支影片可以幫我按個like 也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我會分享更多劇的資訊給大家 好啦就這樣掰掰 走啦 either y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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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ng.Yapp,ho!